记者黄建华高雄报道,高雄一名23岁中姓女子,8年前才16岁时在一家夜店涉嫌毒品案遭新兴分局查获,却冒用包解身份应讯,蒙混过关,未料,去年警方从另案比对出中女当年指纹不符,将她意味造文书罪送办。 检方省拙她当年未成年一时失利才触发,欲知还起诉。检方调查,家住其京区的23岁中姓女子,8年前才16岁时在新兴区一家音乐沙发酒吧私混,遭新兴分局查获,涉嫌持有三级毒品,却冒用包解身份应讯,采尿,并签包解的名字,蒙混过关。 未料,事隔多年,新市局去年从另外案件比对指纹时,发现与中女当年指纹不符,中女冒用包解身份未造文书犯刑才泄递。 中女在检方调查时坦诚犯刑,检方省拙她犯后态度良好,深具悔悟,且当年未成年,遇知还起诉一年,并需参加雄检法治教育讲座,中女才免去牢遇知灾。 中女的检方调查时坦诚犯,和我最后期间却写了22日并出生。